桶裙就像个布桶子,下口只有一尺宽,会穿的人在里面可以干各种事,包括在大街上撒尿,不用蹲下来。 陈青阳说,这一手他永远也学不会。 在清平集上观摩了一阵,他得到了要办就办阿苍的结论。 回来的路是上山,而且他的力气都耗光了。 每到跨沟月侃之处,他就找个树墩子,滋疑万方地站上去让我扛他。 回来的路上扛着他爬坡,那时旱季刚到,天上白云纵横,阳光灿烂。 可是山里还湿有小雨,红土的大板块就粪外地滑,我走上那块烂泥板,就像初次上冰场。 那时我右手扣住他的大腿,左手提着猎枪,背上还背着一个背楼。 走在那滑溜溜的斜面上,十分吃力。 忽然间,我向左边滑动,马上就要滑进山沟。 幸亏手里有条枪,拿枪煮在地上。 那时我全身绷紧,拼了老命总算是支持住了。 可这个笨蛋还来填乱,在我背上扑腾起来让我放他下去。 那一回,差点死了。 等我刚能喘过气来,就把枪带交到右手,抡起左手在他屁股上狠狠打了两巴掌。 隔了薄薄一层布,倒显得格外光滑。 他的屁股很圆,感觉非常之好。 他挨了那两下顿时老实了,非常的乖,一声也不吭。 当时打陈青阳屁股也不是好事,但是我想别的破鞋和眼汉子之间未必有这样的事,这件事离了题,所以就没血。 我和陈青阳在张峰山上做爱时,他还很白,太阳穴上的血管清晰可见。 后来在山里晒得很黑,回到农场又变得白皙。 后来,到了军民共检边防时期,星期天机务站出了一辆大拖拉机,拉上一车有问题的人到砖窑出砖。 出完了砖再拉到边防线上的生产队去,和宣传队会骑。 我们这一车是历史反革命,贼,走资派,搞破鞋的等等。 敌我矛盾,人民内部都有。 干完了活,到边境上斗争一台,以便巩固政治边防。 出这种差,工价管饭,武装民兵压着蹲在地上吃。 吃完了我和陈青阳倚着拖拉机站着,过来一帮老婆娘对他品头论足。 结论是,他真白,难怪搞破鞋。 我去找过任保祖的老郭,问他们叫我们出这种差是什么意思。 他们说,无非是让对面的坏人知道这边厉害,不敢过来。 本来不该叫我们去,可是凑不齐人数。 反正我们也不是好东西,去去也没什么的。 我说,去去原是不妨,你叫人别揪着陈青阳的头发,搞急了老子又往山上跑。 他说他不知道有这事,一定去说说。 其实,我早想上山,可是陈青阳说,算了,揪揪头发又怎么了。 我们出斗争拆时,陈青阳穿我的一件学生制服。 那衣服他穿上非常大,袖子能到掌心,领子拉起来能遮住脸塞。 后来,他把这件衣服要走了。 据说这衣服还在,大扫除擦玻璃他还穿,挨斗的时候非常熟练。 一听见说要到我们,就从书包里掏出一双洗得干干净净的,用麻绳拴好的解放鞋,往脖子上一挂,等待上台了。 陈青阳说,在家里刚洗过澡,他拿我那件衣服当御医穿。 那时他表演给女儿看当年怎么挨斗,人家撅着的,有时候还抬脸给人家看,就和跳巴西桑巴舞一样。 那孩子问道,我爸呢? 陈青阳说,你爸爸坐飞机? 那孩子就咯咯笑,觉得非常有趣。 我听见这话,觉得如有盲刺在背。 第一,我也没坐过飞机,挨斗的时候两个小四川压我,他俩非常客气,总是先道歉说,王哥,多担待,然后把我撅出去。 压他的是宣传队的两个小骚伙,又撅胳膊又揪头发。 照他说的,好像人家对我比对他还不好,这么说对当年那两个小四川不公平。 第二,我不是他爸爸,等斗完了我们就该演节目了。 把我们撵下台,撵上拖拉机,连夜开回厂部去。 每次出过斗争拆,陈青阳都兴语勃发。 我们跑回农场来,受批判,出斗争拆,这也是一阵阵的。 有时候,团长还请我们到他家坐,说起我们犯错误,他还说,这种错误,他也犯过。 然后就和陈青阳谈起连线。 这时我就告辞,除非他叫我修手表。 有时候,对我们很坏,一礼拜出两次斗争拆。 这时政委说,像王二陈青阳这样的人,就是要斗争。 要不大家都会跑到山上去,农场还办不办了。 平心而论,政委说的也很有道理,而且他没有前连线严。 所以陈青阳书包里那双破鞋老不扔,随时备用。 过了一段时间,不再叫我们出斗争拆。 有一会政委出去开会,团长到军务科说了说,就把我放回内地去了。 有关斗争拆的事是这样的,当地有一种传统娱乐活动,叫斗破鞋。 到了农忙时,大家都很累。 队长说,今天晚上娱乐一下,斗斗破鞋。 但是他们怎么娱乐的,我可没见过。 他们斗破鞋时,总是把结婚的人都撵走。 再说,那些破鞋面黑如锅底,奶带低垂,我不爱看。 后来,来了一大批军队干部,接管了农场,就下令不准斗破鞋。 理由是,不讲政策。 但是到了军民共建时期,又下令说可以斗破鞋。 团里下了命令,叫我们到宣传队报道,准备参加斗争。 马上我就要逃进山里去,可是陈青阳不肯跟我走。 他还说,他无疑是当地斗过的破鞋里最漂亮的一个。 到他的时候,周围好几个队的人都去看,这让他觉得无比自豪。 团里叫我们随宣传队活动,是这么交代的。 我们俩是人民内部矛盾,这就是说,罪恶不张,要注意政策。 但是又说,假如群众愤怒,要求狠狠逗我们,那就要灵活掌握。 结果群众见了我们,就愤怒。 宣传队长是团长的人,他和我们私交也不坏。 跑到招待所来和我们商量,能不能请陈大夫受点委屈? 陈青阳说,没有关系,下回他就把破鞋挂在了脖子上。 但是大家还是不满意,他只好让陈青阳再受点委屈。 最后他说,大家都是明白人,我也不多说,您二位多担待吧。 我和陈青阳出斗争拆的时候,开头总是待在芭蕉树后面,那里是后台,等快要轮到我们时,他就站起来,把头发上的发卡取下来闲在嘴里,再一个个别好,翻起领口,拉下袖子,背过双手等待受捆了。 陈青阳说,他们用竹皮绳、棕绳来捆他,总把他的手捆中,所以他从家里带来晾衣服的棉绳。 别人也抱怨说,女人不好捆,浑身圆滚滚,一点不吃绳子。 与此同时,一双大手从背后倾住他的手腕,另一双手把他紧紧地捆起来,捆成五花大绑。 后来人家把他压出去,后面有人揪住他的头发,使他不能往两边看,也不能低下头,所以他只能微微侧过头去,看气灯青白色的灯光。 有时他挣过头来,看见一些陌生的脸,他就朝那些人笑笑,这时他想,还真是一个陌生的事件,这里发生了什么他一点不了解。 陈青阳所了解的是,现在他是破鞋,绳子捆在他身上好像一件紧身衣。 这时,他浑身的曲线毕露,他看到在场的男人裤裆里都秃了起来,他知道是因为他,但为什么这样,他一点不理解。 陈青阳说,出斗争差时,人家总要揪他的头发让他往四下看。 为此,他把头发梳成两缕,分别用披巾记住,这样人家一只手提住他的手腕,另一只手揪住他的头发就特别方便。 他就这样被人驾驶着看到了一切,一切都流进他的心里。 但是,他什么都不理解,但是他很愉快,人家要他做的事他都做到了,剩下的事与他无关,他就这样在台上扮演了破鞋。 等到斗完我们,就该演文艺节目了,我们当然没资格看,就被碾上拖拉机拉回厂部去。 开拖拉机的师傅早着急回家睡觉,早就把机器发动起来,所以连陈青阳的捆绑也来不及松开。 我把他抱上拖车,然后车上颠得很,天又黑,还是解不开。 到了长布以后,索性我把他扛回招待所,在电灯下慢慢解。 这时候,陈青阳面有驼言,说道, 敦伟大友谊好吧,我都有点等不及了。 陈青阳说,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像个礼品盒,正在打开包装。 于是他心花怒放,他终于解脱了一切烦恼, 用不着再去想自己为什么是破鞋,到底什么是破鞋,以及其他费解的东西。 我们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来干什么等等。 现在他把自己交到了我的手里。 在农场里,每回出完了豆蒸拆,陈青阳还要求敦伟大友谊。 那时总是在桌子上,我写交代材料也在那张桌子上,高度十分合适。 他在那张桌子上像烤拉那样,快感如潮,经常禁不住喊出来。 那时黑着灯,看不见他的模样。 我们的后窗总是开着,窗后是一个很陡的坡,但是总有人来探头探脑。 那些脑袋露在窗台上,好像枝丫上的寒鸭。 我那张桌子上老放着一些山梨,硬得人牙都咬不动,只有猪能吃。 有时候,他拿一个从我肩上扔出去,百发百中,重担地从陡坡上滚下去。 这种事儿我不那么受用,最后射出的东西都冷冰冰的。 不瞒你说,我怕打死人,像这样的事儿倒可以写尽交代材料。 可是我怕人家看出我在受审查期间继续犯错误,给我最佳一等。 后来,我们在饭店里重温伟大友谊, 谈到各种事情,谈到了当年的各种可能性。 谈到了我写的交代材料,还谈到了我的小和尚。 那东西一听别人谈到他,就激昂起来,蠢动个不停。 因此我总结道,那时人家要把我们锤掉,但是没有锤动, 我到今天还强硬如初。 为了伟大友谊,我还能光着屁股上街跑三圈。 我这个人一向不大知道要脸, 不管怎么说,那是我的黄金时代。 虽然我被人当成流氓,我认识那里好多人, 包括赶马帮的流浪汉,山上的老景坡等等。 提起会修表的王二,大家都知道, 我和他们在火边喝那种两毛钱一斤的酒, 能喝很多。 我在他们那里大受欢迎。 除了这些人,猪场里的猪也喜欢我。 因为我喂猪时,猪食里的糠比平时多三倍。 然后就和司务长吵架, 我说,我们猪总得吃饱吧。 我身上带有很多伟大友谊, 要送给一切人, 因为他们都不要, 所以都发泄在陈青阳身上了。 我和陈青阳在饭店里敦伟大友谊, 是娱乐性的。 中间退出来一次, 只见小和尚上面血迹斑斑。 他说,年纪大了, 里面有点薄, 你别那么使劲。 他还说, 在南方待久了, 到了北方手就裂, 而哈辣油的质量下降, 磨在手上一点用都不管。 说完这些话, 他拿出一小瓶干油来, 磨在小和尚上面, 然后正着蹲, 说话方便。 我就像一根带结的木料 躺在他分开的双腿中间。 陈青阳脸上有很多浅浅的皱纹, 在灯光下好像一条条金线。 我吻他的嘴, 他没有反对, 这就是说, 他的嘴唇很柔软, 而且分开了。 以前他不让我吻他的嘴唇, 让我吻他下巴和脖子戒的地方。 他说, 这样刺激幸运, 然后继续谈到过去的事。 陈青阳说, 那也是他的黄金时代, 虽然被人称作破鞋, 但是他清白无辜, 他到现在还是无辜的。 听了这话, 我笑起来, 但是他说, 我们在干的事儿算不上罪孽, 我们有伟大友谊一起逃亡, 一起出斗争差。 过了二十年又见面, 他当然要分开双腿, 让我趴进来。 所以就算是罪孽, 他也不知罪在何处。 更主要的是, 他对这罪恶一无所知。 然后, 他又一次呼吸急促起来, 他的脸变得赤红, 两腿抱用力加紧, 身体在我下面绷紧, 压抑的叫声, 一次又一次穿过牙关。 过了很久, 才松弛下来, 这是他说很不坏。 很不坏之后, 他还说, 这不是罪孽, 因为他想苏格拉底, 对一切都一无所知, 虽然活了四十多岁, 眼前还是奇妙的新事件。 他不知道为什么, 人家要把他发到云南那个荒凉的地方, 也不知道为什么, 又放他回来。 不知道为什么, 要说他是破血, 把他压上台去斗争, 也不知道为什么, 又说他不是破血, 把写好的材料又抽出来。 有些事, 有过各种解释, 但没有一种他能听懂。 他是如此无知, 所以他无罪, 一切法律书上都是这么写的。 陈青阳说, 人活在世上, 就是为了忍受摧残, 一直到死。 想明这一点, 一切都能泰然处之。 要说明他怎会有这种见识, 一切都要回溯到那一回我从医院回来, 从他那里经过进了山。 我叫他去看我, 他一直犹豫, 等到他下定了决心, 穿过中午的热风, 来到我的草房前面。 那一瞬间, 他心里有很多美丽的想象, 等到他进了那间草房, 看见我的小和尚直挺挺, 像是一件丑恶的刑具。 那时他惊叫起来, 放弃了一切希望。 陈青阳说, 在此之前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冬日, 他走进院子里去。 那时节, 他穿着棉衣, 艰难地爬过院门的门槛, 忽然, 一粒沙粒钻进他的眼睛, 还是那么地疼, 冷风又是那样的割脸, 眼泪不停地流。 他觉得难以忍受, 立刻大哭起来, 企图在一张小床上哭醒。 这是与生俱来的寂喜, 根深蒂固。 放声大哭从一个梦境进入另一个梦境, 这是每个人都有的奢望。 陈青阳说, 他去找我时, 树林里飞舞着金莹, 风从所有的方向吹来, 穿过衣襟, 爬到身上。 我待到那个地方可算是空山无人, 炎热的阳光好像细碎的云母片从天顶落下来, 在一件薄薄的白大褂下, 他已经脱得金光。 那时他心里也有很多奢望, 不管怎么说, 那也是他的黄金时代, 虽然那时他被人叫做破鞋。 陈青阳说, 他到山里找我时, 爬过光秃秃的山岗, 风从衣服下面吹进来, 吹过他的性敏感带。 那时他感到的性欲就如风一样捉摸不定, 他放散开就如山椅上的风。 他想到了我们的伟大友谊, 想到我从山上急匆匆地走下去。 他还记得我长了一头乱砰砰的头发, 论证他是破鞋时目光笔直地看着他。 他感到需要我, 我们可以合并, 成为雄词一体, 就如幼小时他爬出门槛, 感到了外面的风。 天是那么蓝, 阳光是那么亮, 天上还有鸽子在飞, 鸽哨的声音叫人终生难忘。 此时他想和我交谈, 正如那时节他渴望和外面的世界合为一体, 融化到天地中去。 假如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 那实在是太寂寞了。 陈青阳说, 他到我的小草房里去时, 想到了一切东西, 就是没想到小和尚。 那东西太丑, 简直不配出现在梦幻里。 当时陈青阳也想大哭一场, 但是哭不出来, 好像被人捏住了喉咙。 这就是所谓的真实, 真实就是无法醒来。 那一瞬间, 他终于明白了在世界上有些什么。 下一瞬间, 他就下定了决心, 走上前来接受摧残, 心里快乐异常。